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tbo公民新聞報 去年在南安瀑布被發現的臺灣 黑熊經過照顧後 評估已經可以在野外求生 專家團隊在四月三十號 將他也放回森林 透過臺灣黑熊保育協會的影像 記錄 黑熊保育的觀念將更深入人心 去年7月10號 遊客在南安瀑布附近發現 落單的小熊 牠大約有四個月大 體重只有4.5公斤 最後專家會議決定 先將小熊收容照顧 等成長到一定程度後 再野放重返森林 野生黑熊會由母熊教導覓食 避敵等生存的基本條件 但人類圈養的黑熊不僅無法學習 還可能過度依賴人類 野放後恐怕還會主動和人接近 引發人熊衝突的意外 所以南安小熊訓練的期間 協會也特別留意 不要讓小熊愛上人類 新臺灣黑熊保育協會9個月照養的南安小熊 從4.5公斤長大到44公斤 4月30號 經過9個月 野生畢業的小熊準備回歸山林 再度由黑鷹直升機 運抵花林山區 為了不干擾小熊的情緒與安危 一切野放行動都不對外公開 直到小熊回到森林一周後 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才分享了小熊回家的影片 從影片中看到 當他走出籠子後 緩緩地回頭看了看工作人員 眼神裡帶著淡淡的哀傷 似乎倒進了對團隊的感謝 與不捨 感觸很深 很不捨 也因為不捨 所以才更發現 我們更應該好好保護這個物種 相信臺灣黑熊即濱維物種保育之路 將會因為南安小熊的野放成功 而又更光明及正面的未來 今年因為氣候的緣故 導致荔枝和龍眼開花非常的少 再加上荔枝春相的肆虐 導致收成恐怕更加雪上加霜 龍眼是臺灣夏季主要的水果之一 龍眼花也是主要的蜜緣 今年因為軟冬 加上年初少雨 嚴重影響龍眼樹的開花 即便可以順利開花結果 也可能會受到荔枝春相的肆虐 導致雪上加霜 在豐原中坑附近的果園 一株龍眼樹的果實周遭 佈滿了荔枝春相的卵 各林企的弱蟲以及成蟲 真是雙重打擊 讓今年的產量更不樂觀 希望農政單位對於荔枝春相的防治措施 可以奏效